救護車趕到民宅 看到著急的媽媽抱著兩個月大女嬰 女嬰頭往後仰臉色慘白 沒有呼吸心跳 救護人員不斷CPR急救 還是回天乏術 兩歲大哥哥似懂非懂 跟在旁邊不斷東張希望 現在初步我們調查是 媽媽睡醒之後 發現這個幾個月大的小朋友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女嬰離奇死亡 但死亡原因一變再變 第一時間傳出 媽媽帶著女嬰 跟兩歲大兒子睡在地板上 媽媽睡在中間 傳出是哥哥壓死妹妹 但中間隔著媽媽 是隔山打牛媽 原來女嬰根本不是睡地上 而是睡在嬰兒床 難不成是隨之不正確 或是其他原因造成猝死嗎 死嬰相宴中 但附近鄰居 對女嬰的父母照顧小孩方式 真的看不下去 鄰居爆料小孩有一頓 每一頓的吃越看越難過 更扯的是 這家小孩夭折已經不是第一次 可愛小男嬰脖子上 掛著金項鍊模樣可愛 但未滿一歲 竟然也離奇夭折 鄰居透露老大也不明原因夭折 詢問當地警局態度卻詭異 一聽到記者問案情 秒答不知道 後來改口說暫時不知道 最後說調查中 一整個狀況外 一個家庭三年內死掉兩個小孩 當地居民都覺得很離譜 重大命案可不能用 不知道三個字 輕輕帶過 記者良家文 潘穎文 王書宏 HP小組評寬報導 後來改口說暫時 一整個字幕 總共有寫